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奇闻异事 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 绝响的贵族舞会 二时传的航迹 幻海中的古代奇迹 三隐匿的王冠 王位争夺中的秘密交易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 绝响的贵族舞会 各位尊贵的听众 今晚我要带大家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华丽而神秘的时代 去探索一个 即便在午夜时分 也不曾沉寂的宫廷 但这次 我们要聆听的 不是激昂的交响乐 而是一场无声的贵族舞会 一段绝响的乐章 想象一下 当时中敲响舞夜的钟声 所有的乐器 突然停止了演奏 但舞会并未结束 贵族们继续他们的舞步 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他们的脚步轻盈 旋转 跳跃 完全按照音乐的节奏 尽管那音乐 只在他们的心中回响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 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 首先 我们得了解 为何贵族们 会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跳舞 这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 或许是因为 某个严肃的场合 如守灵夜 音乐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但舞蹈作为一种沟通 和社交的方式 仍然被保留 或者 这是一种特殊的游戏 贵族们要在无声中 凭记忆完成舞步 展示他们的优雅 和训练有素 现在 让我们来幻想一下 这场舞会的场景 烛光摇曳 映照着男士们的绸缎外衣 和女士们的烛光宝气 他们的影子在墙上跳跃 仿佛是另一场舞会的 幽灵观众 在这无声的世界里 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眼神交流 都变得异常重要 因为他们 成了沟通的主要方式 想象一位年轻的公爵 他正试图在无声中 引导他的舞伴 一位年轻的女伯爵 他们的眼神相遇 一切无需言语 他轻轻地领着他旋转 他的裙摆在空中飘扬 就像是没有声音的 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他们的舞步是如此完美 以至于其他人 都停下来观看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舞步 但是 不要以为这样的舞会 就没有失误 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突然忘记了 下一个动作 那将是多么尴尬的一幕 他可能会踩到 自己的舞伴的长裙 或者更糟 撞到旁边的舞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是最高贵的血统 也无法掩盖 他脸上的红韵 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 是一种对社交礼仪 记忆力和即兴能力的考验 它让我们想象 一个没有音乐的世界 但却充满了 其他类型的交流和表达 这场舞会 虽然没有留下 任何声音的记录 却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它提醒我们 沟通不仅仅是通过言语 还有无数的非言语方式 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 触动人心 所以 下次当你在午夜梦回 那些古老的宫殿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贵族们 是如何在无声中 跳出最优雅的舞步 而你 作为一个现代的观众 也许会在梦中微笑 因为你知道 即使是最宏伟的乐章 有时也需要静默 来完成它的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石船的航迹 幻海中的古代奇迹 各位海洋历史爱好者 考古迷和寻宝冒险家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石船的航迹 幻海中的古代奇迹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潜入历史的深海 寻找那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石头造的船只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点 但我们说石船时并不是只用石头打造的真正船只 毕竟即使是古代的船舶建造者也知道 石头和水的关系大概就像猫和狗一样 它们并不是最好的搭档 石头的密度让它在水中沉得比我们的心情还快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们发现了一艘完整的石头造的船 那么他们可能是在开一个考古界的小玩笑 然而石船的概念其实是存在的 它通常指的是用作纪念物或墓葬的船型石结构 这些石船在北欧和地中海地区尤为常见 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比如在瑞典就有一个名叫阿勒的石船 这个巨大的石头阵列被认为是一位重要人物的墓葬地 或者是一个古老的宗教仪式场所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幻海中寻找真正的古代奇迹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转向一些更加神秘的传说 比如古希腊的阿尔戈船 这艘船载着杰森和他的英雄们去寻找金羊毛 虽然阿尔戈船并不是用石头造的 但它的故事却像石头一样 坚固地镶嵌在人类文化的历史中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石船传说 这些传说中的石船往往与仙人和神话有关 它们能够在水上漂浮 穿梭于人间和仙界之间 这些故事虽然缺乏物理上的合理性 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化内涵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沉入海底的真实船只 它们在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下 船体上的木材和金属可能已经被石化 成为了海底的石船 这些沉船遗迹成为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宝贵资料 它们讲述着古代航海技术 贸易路线和文化交流的故事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在海上真的遇到一艘由石头制成的船只 但石船的航迹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传说之中 它们是人类对于探索未知 对于永恒的向往的象征 是我们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收起地图 关闭潜水艇的搜索灯 带着对古代奇迹的敬畏之心 返回现实世界吧 毕竟即使是最勇敢的探险家 也需要偶尔上岸喝杯热茶 享受一下现代生活的便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隐匿的王冠 王位争夺中的秘密交易 哦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历史上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易 这些交易往往在王位争夺的幕后悄悄上演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中世纪版的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这里的龙 可能是一群穿着盔甲的骑士 而且巨头警告 结局已经写在了历史书上 首先 我们得明白 王位争夺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 它更像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相机游戏 在这场游戏中 每一个棋子都有可能是关键的胜负手 而在这些棋子中 最不起眼的族 有时候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这些族可能是一个小国的君主 一个有影响力的贵族 甚至是一个掌握重要信息的侍从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英格兰历史上著名的玫瑰战争 这场战争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 为了争夺王位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名字可能没那么响亮 但他的行动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他就是理查德 内威尔也被称为致亡者 这位大胆的伯爵在背后操纵联盟 通过婚姻 贿赂 甚至是背叛 来确保他支持的一方能够登上王位 他的手段之狡猾 连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 也不得不对他的策略 佩服三分 再比如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 在欧洲宫廷中流传的秘密情书 这些情书往往不是出自痴情男女之手 而是权力游戏中的筹码 有时候 一封巧妙的情书比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更能决定王位的归属 比如 某位王子可能会通过情书 向另一个国家的公主示好 以此来获得他家族的支持 而这位公主的家族 如果掌握了足够的军队和资源 就可能成为王位争夺战中的关键力量 当然 这些秘密交易并不总是那么高尚 有时候 他们可能涉及到暗杀 诽谤甚至是毒药 在这些交易中 忠诚和背叛的界限模糊不清 而且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刻谁会辩解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 没有规则的扑克游戏 每个人都在尽力掩饰自己的底牌 总之 历史上的王位争夺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它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 更是宫廷中的心理战和策略斗争 而在这场斗争中 那些隐秘的王冠背后的秘密交易 往往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历史书上那些 光鲜亮丽的王冠时 不妨想一想 它们背后 可能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故事 毕竟 正如我们所知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离奇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有趣的历史话题 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 时传的航迹 和王位争夺中的秘密交易 在午夜宫廷的无声乐章中 我们看到了贵族们 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 跳舞的优雅和技巧 在时传的航迹中 我们发现了 时传在历史和传说中的 不同形式和意义 而在王位争夺中的秘密交易中 我们了解到 王位争夺远比想象中复杂 其中的筹码和背后的交易 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些话题给我们带来了 对历史的新的解读和思考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过去的世界 而且 这些话题也提醒我们 沟通和交流 不仅仅局限于语言 还包括非言语的方式 这些方式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 感动人心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曾经想象过 在午夜的宫廷中跳舞 或者你是否对实传的传说和秘密交易感到好奇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吧 我们一起来探索历史的奥秘 享受知识和幽默的盛宴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